也好 歡迎收看9月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慧 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 邀請到地方創生推動代表人物 帶來了關西人口工作方 從創生未來市三部曲談起 勾勒願景期盼可以帶領花蓮青年 一同來思索 可期的未來 為了發展觀光 讓更多人走進花蓮 花蓮縣府青年發展中心 4日邀請地方創生推動代表人物 林事務所執行長林辰毅 於新創基地開設關西人口工作方 縣長徐正衛也出席分享經驗 我們更希望青花中心 讓我們花蓮 無論是在地的年輕人 或者是外地來到花蓮 產生關係的這些年輕人 能夠進到青花中心來 再進一層的花蓮發生關係 所以我相信這都是一個民國度 而花蓮縣政府在這幾年 第一個 無論是我們有非常多的 大專青年可以提案 可以提案 因為您關心這地方 您會有感想要在這個地方 讓這個地方更好 所以提案這個計劃 也是希望能夠透過提案 讓您瞭解花蓮 更認識花蓮 更嚴重在花蓮 這也是把我們外地人口 能夠留在花蓮的一個很重要的 未來人口房地的運氣 安居樂業過去是樂業在安居 現在我們要調整回來 我們有一個好的環境 好的 47 台 這樣今年都可以回來 然後以花蓮為自己的據點 我們過去就說 駐台北去花蓮 未來有可能駐花蓮去台北 我覺得全台灣的移動 其實花蓮跟台北 其實太方便了兩個小時 所以兩個小時的距離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被打過 然後跟我在台灣惡力局幹 未來的人有可能三天住台北 四天住花蓮 那他三天住台北 四天住花蓮 他到底要在哪邊買房子 那個邏輯就會變 過去大家都覺得要在台北資產 現在發現台北的房價 真的很難讓年輕人有機會去買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 他台北有一個短居的 對因為台北必須是都市首都 那還是有一些很難取代的地方 但是花蓮這邊的土地 花蓮這邊的生活的知識盤 可以讓他以花蓮為中心 只要一台電腦 不然在氣息盤也好 那任何利用 他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好的工作品質 當地方人口老化及外移 林執行長分享從陳語香的依戀 關係人口 創生風土人和站 流動創生 台灣流的創生潔法 二地居等面向 探討下一步應該如何解決 並透過小組的方式 共同討論地方的未來等議題 期盼透過互動勾勒遠景 思索構築花蓮可齊的未來 記者長方燕華蓮師報導 並且是蒲通奇博蓮 坦白蓮 詞文 莫蓮